2021年2月13日,大天使麦克尔,扬声礼物6,新起点的延续,传导Natalie Gleason。 问候地球上亲爱的光之灯塔们,我是大天使麦克尔,今天能来到你们面前是一种荣耀, 因为在内在层面和地球上正有许多事情在发生,一切都在绽放,灵性进化正在前进和加速,你们对造物主的理解和记忆在飞速发展。 此时重要的是要承认,在2020年,你们开始了一个新的开始,新的地球扬声蓝图毛病到地球和你们的存在之中。 这一点现在已经完全确定了,下一个阶段和这个新开端的延续是与新的地球扬声蓝图共同创造,激活你们内在的蓝图, 因此创造一个新的地球,一个新的现实,新的情况,新的体验,新的观点,新的信仰和新的理解。 你们正在开始一种新的存在方式,一个新的开始,它将从你们的存在的内在发展,成为与新地球扬声蓝图的共同创造物。 这个共同创造允许你们成为你们自己,你们的真理、力量、智慧和地球上造物主的表达。 认识到你们不是造物主在你们的显示中的表达,以及你们的行为和反应方式。 这一点总是非常重要的,认识到你们的哪一点是造物主的表达是很重要的,因为这允许你们理解、确认并认识到成为造物主的表达是什么样的。 作为造物主的表达是你们存在的一个自然方面,你们不需要思考就可以实现这一点,但是你们需要去思考它,去熟悉它。 你们在2021年的目标 你们在2021年级以后的目标是认识你们存在中的真相、力量和智慧,知晓你们正在与新地球扬声蓝图共同创造,以带来一种新的存在方式。 它不是你们灵魂的新存在方式,但它会是你们人格的新存在方式。 为了描述这种新的存在方式,我们可以用满足这个词,获得、感受、感知、承认和体验成就感是2021年极其厚的关键。 对于你们开始的每一次体验,每一种感觉,每一种思想,每一种行动和每一种反应,承认实现的能量是很重要的。 扪心自问,在这一刻,我是否正在体验成就感? 为了实现这一点,有必要去沉思和冥想。 在你们的存在之中,在你们的现实之中,在你们在地球上存在的所有方面,你们的成就将会是什么样的? 你能描述一下满足的颜色吗? 你能描述一下满足的感受吗? 你们能描述一下满足的感觉吗? 如果你们触摸到了满足,那会是什么感觉呢? 你们能描述一下满足的声音吗? 当你们变得越来越习惯和熟悉你们自己内在满足的振动时,你们也就变得如此。 新地球扬升蓝图希望创造。 它是从造物主那里诞生的,它希望把一切付诸行动,重要的是允许实现的振动出现,在你们的存在中被显化。 你们的行动,反应和与你们内在蓝图的共同创造将允许你们在身体上、情感上、灵性上和精神上体验到满足。 这允许我们所有人都在开始的这个新地球的一个新的开始的延续。 它将创造满足的基础,因此释放恐惧和匮乏。 我们正在为你们创造满足,为每一个层次上的每一个人。 你们可能会认为这是不可能的,地球上的每一个人怎么可能都体验到满足呢? 满足是造物主的一种振动。 它是你们的自然存在,你们已经自动地在你们的灵魂和神圣自我中显化了满足。 你们的灵魂只是邀请你们在物质维度中体验它。 重要的是要认识到,对自己的满足也是对他人的满足。 如果这对其他人来说是不满足的,那么也许这不是真正的满足振动。 另一个需要思考的方面是,灵魂的满足可能与人格所渴望的满足有所不同。 有时它们是相同的。 也许你们的个性渴望丰足或更多的朋友,更多爱你们的人,更多了解你们的生活的人,它也许也是灵魂的满足。 重要的是要与你们内在的力量、真理和智慧相连接,从而获得你们灵魂的纯真。 你们的灵魂将渗透你们的个性。 你们可能会发现在新的一年里的一个新方向,寻找这个新方向。 你们的生活可能会朝着一个新的方向发展。 你们的思想可能会朝着一个新的方向发展。 你们的情绪可能会朝着一个新的方向发展。 也许你们的疗愈、健康、幸福和体验会发现一个新的方向。 它可能是一个小的或一个大的转变。 你们将能够认识到新的方向,在那里你们的灵魂。 你们的造物主表达、蓝图。 你们的真理、智慧和力量都在引导你们走向一个新的方向。 你们的新方向可能是你们以前没有想过的。 也可能是你们很久以来一直在努力实现的。 对新思想、新的存在方式、新的行为方式、新的视野和新的信仰持开放态度。 扩展你们的思想、心灵和灵魂。 扩展你们的通道、允许造物主的真相通过。 最重要的是通过你们的存在来表达。 2021是关于表达、造物主的表达的一年。 当我们想到表达时,我们常常想到创造力。 有了这个新的能量和新的开始,就有了一个被新地球扬生蓝图植入的新方向。 你们怎样才能在现实中拥有创造力呢? 什么是创造力呢? 由灵魂引导、由能量、感觉和信仰赋予的思想,就是创造力。 移动你们的身体就是创造力、创造、建造、绘画、创造新的生活、搬进新房子、走在新的地方。 这些都可以被称为创造力。 如果它让你们充满欢乐、充满爱和真理,你们感到与造物主相连,那么它就是创造力、是满足的体现。 缺乏和恐惧的旧能量可能仍然存在,你们可能仍然被要求释放、疗愈、放手,以及面对它们,甚至挑战它们。 然而,这股新的开始、新的方向、创造力和成就的能量,现在正流动住如此丰富的能量,并希望带着第四维度的你们认识到你们在你们哪里造物主的表达。 而哪里不是,在你们的存在中沉思满足的振动,它流经你们存在中造物主的表达。 满足是什么样子的,感觉是什么样的,它如何在你们的现实中显化。 注意那些出现在你们面前的新的方向,仅仅因为它是一个新的方向,并不意味着你们必须掌握并遵循它。 跟随你们自己的直觉,当然也要认识到你们什么地方有创造力,鼓励自己以一种真正发展内在满足的形式去创造。 这样做,你们将延续我们在2020年开始的新起点,很荣幸今天能与你们联系。 谢谢你们,我是大天使麦克尔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